说在阿塞拜疆困难会更大一些 主力射手一上来就受伤 被踢换下场 紧接着又有一名球员吃到红牌 走击克里斯特亚洛乃娜尔多吃到红牌 被爬下场 十打十一 又是零体而落后 实力上又是这样的悬殊 而且MBC得公主点 因为对他们来说 手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没有任何的意义 同时对MBC上场拼得非常凶 你这样的话 本身要少一人 你整体实力又不如对手 夏普堂本身的你的体能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武装 从特科和阿尔维达阿 这个身材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刚才阿尔维达阿 这一次的产色 能够得手 一米九龙的身高 夏普堂比斯阿弗莱拉 就表现最出色的 应该是小小罗 被对方走低之后 脸上也是打肿了 但是小小罗呢 在场上 虽然说他个人的表演现在是少了 但是他每一次拿球 几乎都能够给进口之道 他的这种整体感这么强了 当然小小罗也会变得更加的成熟 少年老堂了 那么上部场比赛的后半段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霍特亚队已经完全掌控了场上的结果 即便是场上草坪状况可能不理想 但是踢着踢着 慢慢的这种磨合 慢慢的这种 球员们的这种 通过这种传球倒角 还是找到的这种感觉 关键队员要统一 就是说你要想控球 大家都要去首先追求这个控球 你不是说有想传的 有想插的 看看小小罗先过了一个人 漂亮 夸雷斯玛 其实夸雷斯玛再打回来 这个时候未必很聪明 因为所有的人都塞着小小罗 这方有三个球员在小小罗身边 要是甲船真过的话 当时其实可能会效果更高一些 但是现在小小罗在右路 他的内切应该说非常的凶悍 但是他一旦内切以后 他不像以往 他是寻求个人的这种作战 他更多的是寻求同伴的支援 而今天 顶在了阿尔梅加身后的德科 正是完成这个输送手的这个决线 不过从刚才这个传球 其实也可以看出小小罗现在在队中的一种地位 他只要一跑 自然就要 自然就要给他 因为知道主要球速过去就肯定有威胁 这个眼眶子应该已经是被打清完了 其实这个球啊 就是非常的贬型 就是小小罗在拿球的一瞬间 他首先要考虑了对手上来的一个速度 一旦对手的速度跟上了 他做动作的时候就非常谨慎 就我并不把那动作做实 动作一旦做实了以后 那你就没有第二个选择了 这时候就非常容易啊 这个受伤 而今天的场地呢 应该说也会增加 队员触球的调整的 这种 时间长度 一旦你调整时间长度多了 那肯定身体接触 你就会频繁 刚才这个镜头啊 好像是想找斯科拉里 对 我没有找到 没找到 考虑斯玛来了 这个球啊 这个球啊 其实还跟场地有关系 这个球咱们再看一下 应该说这个射门的这个习惯啊 正是这个阿尔梅达的 非常适宜的习惯 他正好身体已经能出去了 再看 穿得非常漂亮 他身体 哎呦 这一下 没有飞出去啊 对 没有飞出去 他一蹬啊 就感觉这个地啊 这个地啊 他还是 应该说最后的一下 他是有收劲 并没有完全蹬出去 你知道吗 这场地对他还有影响 这样场地特别平 或者是下雨 踏的身体就飞出去了 哎 像这种啊 就是咱们刚才在上半场的后半表 咱们强调的 不对啊 跟阿三美江打 其实他最大的优势 就是节奏的表格 就是我能慢下来 但是在慢中 我突然我就能快下来 而作为阿三美江这种球队 你甭说现在 就他少一个人了 就是他现在 他人数对等 他这种球队一旦进入了快的节奏 他就根本无法慢下来 而是想办法让阿三美江这种队 他慢下来 他慢下来自然的 第一 他的拼抢 就没有这个 这快速的时候那么凶狠 那第二 就是他慢下来 他的这个 也就是说失误率 就要大大的提高了 那这场比赛之后呢 我们将会给您带来的呢 是第六小组的一场 非常关键的比赛 丹麦对西班牙队 西班牙队如果能够拿下对手的话 基本上就能够出现 没什么大开打的比赛 刚刚这一次没有约位 进车了 你看这就是场地 这就是场地 这就是场地 射门子见到的传球 这就是场地 这场地连续三次 其实最后啊 给了C轮的时候 小小轮的射门已经非常尴尬了 他自己滑倒了好像是 对 在前一个那个自己滑倒了 这场地 应该说这个配合是非常漂亮的 刚才这个缓约队成功之后呢 拿球的这名字带着带着 人跑球前都去了 对 对 他连续两次都没调整过了 没有约位 哎呦 还是追上了 相当啊 咱们也这样 他一定 在这个造约队上 他是非常坚决的 因为毕竟他现在少一个人 他又要进攻 嗯 这时候应该说啊 逃离之间 所以下面场啊 葡萄牙这个反应位 也是一个主要的这个 扣人阴的手段 因为毕竟这场比赛啊 这葡萄牙啊 虽然现在阿伯陆坚 人数的占优 他一眼打的是三秒前锋 这样的话 如果 就前锋身后的 哈利斯玛 菲罗 和德克啊 后排插上机会非常多 这关键啊 就是队员 他在这一分间形成统一 哈 这个葡萄牙也这样 调理清新啊 因为今天 作为的阿伯陆坚 所有的球员 就是一个目标 对吧 我不争胜 但是一定要 争取破解球门 其实在上场啊 要不是 今天葡萄牙的手面啊 有非常出色的发挥啊 这个重门啊 真的 也是非常的危险的 李卡多一块的 那个球神 感觉到年轻啊 所以今天啊 他这个突击 也有点像年轻 哈哈哈哈 哎呀 看看 哎呦 刚才 这场地 投球 跳下来之后 玩了 小了 对 你看那场地 他一下给踩出了一个 一下把这场地抬起来的 这一瞬间 哎呦 非常的危险啊 这个时候分到布莱亚打对方的反击了 这是跨离斯马 后点 投球 进回来 小小楼又从对方的脚下把球抢回来 自己再向前带再传 传 哈哈哈 下面长那比较好看了啊 这球不是在这边进去 就是在那边进去 工厂快速通过 啊 小百姓上下来也打疯了 根本已经 看不出他们在场上少一个人啊 嗯 哈哈哈 所以 哎呀 这最后一下 哈哈哈 前面把所有的力气都使光了 对 就是 你如果人要逼着我的话 我还能过你 我还不知道怎么办 突然发现 没人上来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踢了 不知道怎么踢 所以刚刚咱们说 这个福德亚现在啊 想办法一定要 阿小百姓要卖下来 他一旦慢起来 这支球队他的失误率就提高了 而且队员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啊 就有点对不上点了 而且在快当中 因为他完全就采取的 我乱动取胜 对吧 如果比赛 就是进入了阿三伟央的节奏 就是看咱俩比的失误率 对吧 他失误快 他抢的也快 嗯 对吧 而福德亚你就不是这种风格 这个又是一个造型队 咱们说了 下一场阿三伟央 他一定不会给你回追 他一定冒险 对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意义 通过这场比赛 他在想去扳平 那不可能的 因为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他一定 尤其是从后卫 从前卫 非常的统一 就是压上 你这样的话 他的身后的功能 非常的大 那关键就是 福德亚队员 船跑 他要形成默契和统一 好 这场比赛 其实接下来悬念就是说 福德亚能不能今天 拿到的三分同时呢 零失球 离开阿克兰江 更重要的可能是零手伤 对 不要有手伤 对 你知道吗 就是想接上半场比赛 官方的队员 还都是在磨合 不论是客队还是主队 下半场比赛 这个 都已经磨合好了 都是 都是在平静 速度 下半场比赛更快了 嗯 阿克兰江做出了文章比赛的第二次人间的调整 换上了21号队员马梅多夫 这是来自于巴库国际队 阿克兰江的队员呢 几乎所有的队员都是在本国的联赛之前 嗯 所以说都是业绩队员 他场上不少的队员都是来自于巴库国际队 估计今天这个球场也是巴库国际队的主场 所以他们在这个球场上踢习惯了 下门口踢球 是吧 场地首先非常适应 哎 漂亮 哎呀 这个多了 多了 所以这个 跨离斯马呀 跨离斯马他就是在这个细节上 他确实不如这个小小罗啊 他的有这么质的突破 我觉得可能跟那个比赛啊 对手啊 包括这个自己的现在成长的环境 都有关系 对小小罗其实他非常有信能要得到福国心的 两份福国心对他的成长做人是很大的 有这个吉德斯啊 这些老队啊 对高队的 斯科 斯科尔斯 尔斯的这种影响啊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他受益 这段时间不带阿塞进攻的时候 德科就不见得少 嗯 真的 这个其实就是2比0以后啊 要多一人 队员们或多或多 有些松懈 就跑动不积极了 所谓的足球比赛 为什么要强调的 跑动 出战术 但是你现在你再强的这个个人能力 你没有跑动 你这战术也无法 也无从谈起 你加上今天阿塞外疆 各个队员 甚至于当一个棒以下 所以他的跑动 现在如果要 就算 厂商队员 这个跑动的总和 阿塞外疆甚至于有可能 要强过 这次队员 虽然他现在闪 厂商了少一点 刚上场体能充沛 想打对方身体 转一个小球 没有得逞 今天李卡多 应该说在整个的比赛当中 现在啊 发挥的非常的正常 同时在这比赛当中 你看频频的喊自己的同榜 一定要紧张 要紧张 因为虽然对手这个 攻击力有限啊 但是说 对方啊 对 托家的球员 并没有啊 完全的放弃啊 这德哥要得造的 对方的暗算 对 李德尔 这个aji 小 嫦娥启动了 交到右边 哎 哎 这一战就被人打成麻烦 下半场比赛紧急了15分钟 后面玩火 显示出现15分钟 走客 小小罗过了对方一个球远速度很快 把球控制好 挑到后边 这个球穿的好 摄的好 手边铺的更精彩 门匠理动 对 所谓的落队出门匠 这一下确实是显示了水平 看上得拖在门前的凌空打门 在嘴上的门匠很发简 门匠11号瓦利阴呼 这就是现在的小小轮和宽司马之间最大的刹目 它在高速对抗当中 它依然保持非常清晰的通道 你还技术运动作非常的合理 要是打到边路 都没有下过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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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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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些心理主的计则 没想到能够塞的这么快 这么快就出来了 嗯 似乎在过第二个那时候没有成功 那时候真是强弩的成功啊 球现在到他们脚下 其实反而犯愁 你说这个哭不哭啊 他现在关键 你只要不让他打出快速的反击来 他确实在阵地上 他特别在尴尬 他这次球队来说 他倒角并不是他长相 但是这个长时间倒角 他必须投入人员 而人员一旦上了以后 身后的空荡就出来了 现在好在啊 就是说 今天葡萄牙是把小小轮 是拉到了身后 小小轮往往是在中场 阿尔梅达呢 1米90的身高 他反击的速度 并不来不朝下 所以今天那葡萄牙的反击啊 这速度并没有打出来 要起脚了 这是跨利斯玛 对 就是好像就是说 一旦进入程序之后 他就难以再改变 这就是他的这个 显得不够成熟的地方 对 他和这个小小罗啊 最大的区别 两个人都是非常花哨 过人能力也非常强 但是现在呢 小小罗有点 化繁为减 比赛你感觉他特别合理 一人都有 这种专业的词啊 这两个镜头的色温都不一样 一个是在晚上 知道晚上的比赛 现在十点多钟了 另外一个镜头 看着就跟下午进行比赛似的 在这场比赛之后 再过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我们将会给您带来的是 预产赛第六小组一场 也是直接影响到 出现格局的一场比赛 单大队赌场 对西班牙队 这场比赛估计这个 大局已定 但是接下来就看 还有没有进球啊 能不能进更多的球啊 这四哥拉里啊 因为不在场下指挥 这助理教练呢 可能这个换人起来呢 就会解释一些 对吧 他也一定会听上午的 有点小小罗 哎呦 被碰到在地啊 其实在这种比赛当中啊 大局已定的情况下 现在啊 真的司盖也应该考虑考虑 给一些年轻的机会 因为现在太危险了 赵小罗是拼得真凶啊 嗯 因为这种场地啊 他对这个代球队员啊 控球队员啊 他本身啊 就是增加难度 而你这种难度的增加 你一定导致的 就是对方接触你身体 非常有利 再看这个球 嗯 啊 这球说起初爱的 嗯 给当红旁 真的不用做 他完全是 失去了对这球的 这种控制以后 把人留下了 对方看起初爱的 是的 对方看起初爱的 发生的 不是 你这一直不需要 对方看起初爱的 对方看起初爱的话 对方看起初爱的 1、2、3、3、9、3、9、6、8、9、3、9、10 2、4、9、10 你看这第二舱 这舱大了 如果他要上他再猛一点 两人又进行身体的机会 哦 就带着带着就蹦下来了 哦 哦 纳尼准备上场了 对 来自于跟小小罗一样 同样是来自于曼联队的 纳尼 也同样是一个很有声势的队员 脚下的这个活很细 甚至很花哨的这样的一个队员 我们看看他上场 是替小小罗呢 还是替夸雷斯玛呢 而且也是20岁 像这种年轻人 在这种比赛当中 其实更早的给他机会 因为这些真正像德科这样的 他这德科这个 他绝对不会有前面了 在这种比赛当中 这种场地当中 他呢 只是可能用他一半的力量 那你给年轻人机会 年轻人在这种比赛当中 可能说 他赚来的价值更大 他比赛的欲望更强 生吃对方 传出来 后点不错 这个车 通通转转 还有机会 挺好了没有 哎呀 这是 这看见了 已经进入到了马尼切的摄中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没有挺好 没有挺好 关键没有挺好 还是没来吧 就是把跨的心码 对啊 有此可以看出 波特亚这 到现在仍然不敢放松 嗯 对 从球迷来看 可能这场比赛大级预定 这个稳达 但是从教练员 确实不敢放松 因为前两场比赛 吃的都是放松的 亏呀 没错 对吧 对波兰队 八十九分钟 人家 帮 一脚远射 三分变成了一分 对这个塞尔维亚 八十九分钟 帮 是吧 一个任意球 嗯 三分变成了一分 对你看今天这场比赛 这个波特亚队 对方实力这么弱 形势一天大好 二比零 对方还罚了一个人 四个拉底 就能够放松 对 对正像赛前他所强调的 这场比赛 他真本当成决赛 来打 嗯 因为接下来 这个 他的三场比赛 应该对他 还是非常有力的 关键这场比赛 他一 不受伤 第二 他能够零十分 还装对的 破门 这是最重要的 看看 小小罗 来了 好大门 吵 今天小小罗好像有点不睡啊 今天小小罗好像有点不睡啊 只要杠动门都是失之礁臂 这是葡萄牙队的助理教练 我和阿里一样 也是留着一朵小胡子 他们俩也是真是 风雨同舟十几年 真的是很难得 可以看到这场比赛 副下队真的是准备非常充分 比赛打的这一份 可以看到18号马尼切 包括他这个37号 维勒索 今天几乎是不上去 就在这个后腰带站着 就是始终后防 应该说马尼切 这是纳尼 有没有机会 看看纳尼的表演 火很细 这球还真的是不约位 旁边那拖着一个 但是他这么一挑 连小小轮都没有想到 如果阿萨埃将再换人的话 就是最后的一个换人的乐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17号 训下了15号 17号 阿利耶夫位置上看着一个前锋 他换一下一名前锋 换上一名中场 也是在中场这个环节上 还是要加强一些抢劫的后度 虽然这场比赛希望破对手一球门 但是说这种希望还是非常渺茫的 坚持着还是少出力 毕竟在主场 也训下了一名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的 这个车听得真好 哎呦 这个车呀 最后一下有点参攻了 紧接着做出了第二个人家的调整 把右后卫 把右后卫 米克换下来 换下来 三十五号 纳尔苏 马克思 哦 这个球啊 真的非常的危险 脚球 所以阿萨克坚啊 在这个下面场的几次反击当中啊 确实球员们非常统一 也感觉一投入 现在就是把这个十三号米克尔下去以后把二号菲雷拉拉到这个 他右边后卫 位置上 他可能打三后卫 但是从他这个阵型来说 可能说三十五号上去打的是 现在插上了应该就是三十五号 打的是左边 后卫 打的是左边后卫 还是想进球啊 嗯 还是想进球啊 所以啊 可以看到这个小小龙和德柯他们俩踢球一直在一个平台 小小龙这叫戳火呀 你看这个 他今天太想进球了 但是说今天手棉太好了 刚才这个手棉啊 这个铺的一下太方便了 而且这个手棉身体条件非常好 他第一下被这个小小龙都晃倒地了 起来又能够扑出去 你看球门前面这块垂地 哎呀 其实小小龙第一选择是可以选择射门 对 他他再挑的一下可能也是跟球长有关 嗯 一下子要挑大了 不过他那几下蹬那几下又给追回来 对 最后一下车门又打在了门框上 所以啊 再看 这一下手边没晃倒 可以晃倒 对啊 可以晃倒了以后手边这一下又能蹭起来了 确实啊 这个力量啊 这需要非常非常的有爆发力 才有可能第二下再蹬起来 现在确实啊 C罗小小罗打得有点着急了 他现在基本上他就顶着前头了 哈哈 这样的话这个阵型就变成了一个双前锋了 这个车传着要开直了 有一点弧度 对包抄人更加的有利 对包抄人更加的有利 让一下 我说 你 哎呦还在过 再打 先看看吧 为什么说弱队出门一样 其实就在这 他的实战的经验 就是通过这么 积累出来的 纳尼 也就是纳尼和小小轮 关一口 还抢了小小轮这个机会 这也是纳尼 这也是纳尼 起步上比赛已经进行了35分钟 尽管波代亚队攻势如潮 而且获得了很多的机会 但是呢 这个仍然未能破门得分 下半场比赛其实还是0比0 这两个进球还都是上半场完成的 上来的35号跟小小轮的配合当中 明显的气息都不足 35号李贝罗 哎呦 又是一条远色 又是打偏了 难明切的受难 阿塞排江队呢 由于这个强母和对方要打得有进攻啊 所以其实对球员们来说体力效果比较大 对 那相当于这十几分钟的进二十分钟的比赛 波代亚队有这么多这种射门的机会 也是跟他的这种体力下 跟对手的这种体力下降 对 有关 因为他一上来 阿塞排江队确实这场比赛打得非常机器主动 他在进攻的诺 他 哎呦 应该说这一次的话 这个后卫能够 选点送了大礼啊 阿塞排江真是自始终啊 他没有放弃啊 对对方球门这种欲望 真的是希望在这种比赛当中啊 在自己的赌场能够破对手的球门 为自己的球迷啊 奉献一个进球 所以这场比赛啊 他无论输多少个 你永远打不垮他 嗯 就是你现在的 葡萄牙 你再进他一个 再进他进他俩 他在进攻当中 他依然这么投入 那接下来就看葡萄牙 能不能把这个比赛啊 能够完全导致到自己的结局当中 跟下面场的葡萄牙队啊 他创造的机会啊 应该说主动创造机会 比下面场多啊 对啊 多 但是队员们在最后完成一射的时候 感觉到还是心态有点着急 来看 那你 哎 哎 想得非常好 让人家识破了 嗯 所以阿塞的一样啊 这些球员啊 在防守当中啊 无论是意识 我觉得还是身体素质 真的是挺可观的 但是 我得想得忍受于什么 我得想得到 打复杨 说过后 我们要用这个变成维 这些球员是怎么办的 在城市中 我们要求回应 我按钮 我们要求的 要求这些球员 我们要求你 已经成维地突破了 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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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想射门 纳尼上场之后 也是过门的欲望很强烈 看看 这一下应该说 打的是施大力神 维洛索今天更多的时间 扮演的是防守中场的角色 很难看到他攻到前场 这应该也是他 全场唯一的意义 叫打能 下面场 确实像你所说 阿尔梅达的体能 在上面场可能拼得太凶了 其实下面场 明显的他活动的范围 小了许多 但是正因为他上面场 打得太出色了 他在下面场 主教练斯科拉里迟迟没有换 但是如果说要早一点 把他这个 因为现在还有一个名额 你现在如果要是换上葛麦斯 葛麦斯在场上 威胁肯定会增大 而且他最后的七八分钟 一定会把对方的这个红防线 搅着是乱七八糟 这个小组已经结束了一场比赛 是亚美尼亚主场 对塞尔维亚 打成了零比零平 你看这个亚美尼亚的主场 确实还很难对付 是吧 塞尔维亚也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另外法国队6比0击败了法罗群岛 不过他们也是听到了一条坏消息 就是苏格兰3比1击败了乌克兰 所以法国意大利苏格兰这三支球队 现在看来 这个小组出现名额是要拼到最后一轮 最后一轮法国客场打乌克兰 苏格兰主场打意大利 三支球队里必将有一支球队造的淘汰 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马上 这支频道教练给您带来的呢 就是第七小组专卖 对西班牙的比赛 对西班牙的比赛 嗯 失去了重心 哎呦 我从两个人之间穿过去了 完全有点放肃啊 但也没有队友啊 跑不动了 真是跑不动了 这已经打到42分钟了 确实阿萨埃江球员啊 他的体能已经记录了一个极限了 下的那种手术成直腐湿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嗯 比赛已经接近尾声 上台上的那个秋迷已经走了不少了 对 后面队长的师傅 又是小小罗 小小罗今天啊 最后啊 他的情绪有点发狠 确实啊 今天啊 他在场上被对手侵犯的次数也多了 而作为一个射手来说 他心中肯定有一个目标 你不是这么侵犯我吗 我一定要进行一球 在今天啊 在获得几次机会的时候啊 应该说 心态上还是有些稍急 波拉队在半场把球抢下来 马林切速度很快 向前一塞 进去了 哈哈哈哈 德哥被放倒在地 你家这种球就没办法 这场球如果你要挺好了 这防守队员这个动漫 就是他会马上就收 而你一旦没有挺好球 那你第二个动作 他一定要连球带人一块 这个持球人 这个吃亏的机率 就大大的增加了 天马 pediatric人 我说我叫你cias元永远 こう说在里面 从来一块czy 就是阻止馆线 四个有名追求 这张球带人一块 就有会来 你带人一块 就是一块 你的推荐 你人之间 就真的不爱 你这样 就有一块 有她 你推荐 你让她 你不得 在这一块 你可以 你 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商庭捕食阶段 五十三分钟的时间 今天阿塞拜疆的门将 应该说是球阶当中表现出色 如果不是他的优异的表现的话 阿塞拜疆下不上比赛至少将丢两个球 这是小萝卜 还在自己的办长和对方争想活动 哎呦 这张牌不该吃哦 这是谁啊 利贝罗 利贝罗 小家伙拿球太少了 他是马尼切的亲弟弟 这是非常难得 你咋长得还是真长得真有点不像啊 哎呦 这些战术应该说打得很有想象力啊 好 这个时候克罗迪亚裁判吹向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克罗迪亚裁最终是以二饼击败了对手拿到了至关重要的三分 这场比赛的展播呢算是先到这里 稍后呢 我们马上将会给您带来的是欧洲的选拳赛第七小组的一场比赛 群弹麦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 稍后见 三名档克林队对阵西班牙队的一个比赛 在这场比赛呢 一仍把 decision撤出好了 一切不错 一切不错 对手 突然 socioe见到 三名档克林区 orange 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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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